端岛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初期海矿期 1810年到1889年 纳务制度期 1890年到1914年 产业冒国期 1914年到1945年 复兴及现代化期 1945年到1964年 衰退关闭期 1964年到1974年 废墟热潮和产业遗产期从1974年开始 这样六个时期 初期采矿期 1810年到1889年 端岛北明坑是从何时开始使用 目前仍不得而知 但在历史资料原路国会图中已有端岛的记载 深枯领地焚烧村和幕府领地野母村高宾村 又有关于端岛、中之岛、夏二子岛、三赖等岛屿的 领友全的纷争 两者均称自己的村庄 曾在这些岛屿进行挖掘葛根草、割草、烧草、采矿等活动 特别是后者声称野母村的断野屋 看兵卫在四十多年前就发现了煤炭并进行挖掘 在长岛的茂佐、除寿 另外当时幕府将该岛称为初岛 左河帆将该岛称为端岛 如上记载 端岛发现煤矿的确切日记不明 但直到江湖时代结束时 这一地区的煤矿开采 都只不过是渔民在捕鱼时 碎变进行低小规模的露天煤矿的开采 直到1869年 长期的业者曾着手采煤 但仅一年就歇业 之后也有三家公司曾进行煤矿开采 但因遭到大风而被迫歇业 1886年时 端到完成了36米长的树坑 即为第一树坑 第二个阶段是 马屋制入期 1890年到1914年 1890年 丹岛煤矿的所有者 郭岛冰太郎 以10万日元的价格 将丹岛出售给三菱公司 此后丹岛在超过100年的时间里 都属于三菱公司的私有土地 三菱在收购端岛后 开挖了第二树坑和第三树坑 端岛煤矿的产量也超过了高岛煤矿 1891年 三菱使用公司船只 西年丸 开通了端岛和九州之间的航线 并设蒸流水机 以开始提供饮用水 1893年 三菱在端岛创建了四公司的私利抢学 端岛在基本居住环境 日益改善的同时还在1897年至1931年期间 分阶段对附近海域进行填寒 1890年代时高岛煤矿的纳乌制度已称为社会问题 所谓纳乌制度也称章鱼不乌劳动 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一种强制性 非人道的体力劳动模式被称为纳乌制度 而端岛煤矿也曾使用同样制度 端岛也和高岛煤矿一样 多次发生劳资非争 端岛的纳乌制度废除时间 比高岛更晚 此后所有劳动者都由三菱直接管理 这也是韩国政府反对军舰岛成为世界遗产的原因所在 产业报国期 1914年到1945年 20世纪初期 三菱在废除纳乌制度以后 实现直接管理矿工的同时 还开始兴建钢筋毁凝土公寓 1916年日本首个钢筋毁凝土制的集体住宅 30号楼与端岛俊宫 在这一年时 大阪标日新闻形容端岛外观说 会和军舰会小 长期日新闻也在1921年 因端岛外观枯似建造中的日本海军的土左号军舰 而将其称为军舰党 可见从大政时期开始 端岛已被俗称为军舰党 但这时端岛上的钢筋毁凝土制的高层公寓仍然调少 仅30号楼和日新社宅 大部分都是木造的平房或两层小楼 钻岛煤矿生产优质的强年矿和连接的高岛煤矿 都属于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发挥动药作用的煤矿之一 因此上层劳动者的各类福利也较为优厚 1937年时岛上的教育、医疗保险、商业、娱乐等各类设施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采矿的工作量相当巨大 每日劳动时间达12小时 却只有一次倒班 煤矿的工作被形容是入矿时和出矿时都是披星外跃 从来见不到太阳 二战爆发后 1941年开始产业报国战事运动 端岛的煤炭产量在最鼎盛时的1941年达到约41万吨 也是端岛最高年产的记录 1943年时第二柱坑的日产量曾达到过0062吨 1939年开始 三菱开始纳量使用朝鲜劳动者在端岛采矿 劳动量最大的矿工几乎都是陶线人 1943年三菱开始强制中国人俘虏从事劳动 朝鲜劳动者被收容在纳屋中 中国人俘虏则被收容在端岛南部的狭小地区 二战之后同在高岛端岛其户三矿工作的中国人劳工和其遗族 对日本政府长崎县三菱矿业三菱重工发起赔偿诉讼 长崎地方法院于2007年3月27日因赔偿要求已过请求全县批20年为由拒绝审理 但承认有强制潜途强制劳动的违法行为 原告方不服判决向福岡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审判长沐红二于2008年2月向原告被告双方口头提出和解变异 原告方和被告企业均表现出和解意向 但由于日本政府拒绝和解努力宣告失败 拒绝 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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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奇